在台北的饒河街夜市 台灣的小吃大概很多 今天咱們帶了四百台幣 合人民幣一百塊錢 來看一下在台北的夜市 能吃多少小吃啊 Let's go 掏出四張百抄 中國YouTuber小鐘來台旅遊 挑戰四百元逛饒河夜市 大旦台灣美食 是六十塊錢一個 找了咱們四十 這個外面撒了一層芝麻 感覺像燒餅的做法 第一站就先買了胡椒餅 一口咬下讚酥脆有口感 一連逛了好幾攤 還買了鹹酥雞 花生冰淇淋春捲 很奇妙啊 冰淇淋加香菜 而且很奇怪的搭配 但是味道極好 接著買了一份一百五十元的 啤酒螺甚至花了 二十元抽福袋 卻只得到安慰獎 他才突然意識到 預算好像不太夠 眼看夜市還有一半沒逛完 就已經超支 買了一杯五十元的黑糖珍奶 小鐘現在已經超標了 買到一杯珍珠奶茶 五十台幣 大概就是十二塊錢左右吧 影片曝光 累計四四萬人觀看 不少台灣人紛紛留言 小鐘拍出了台灣通貨膨脹 速度太快的現象 也有人說跟以前相比 現在夜市消費真的很貴 還有人感嘆逛到一半 花完 預算直接翻倍 中國Youtuber拍影片 大喊四百元不夠用 也讓台灣人直呼 通膨有感 三線新聞總報道